主席我请卫福部姚专委 卫福部来 委员好 你好专委好 今天的修法其实相当的单纯 所以本期想先就这次的 公益彩券的盈余跟回馈金的部分 跟卫福部这边做一些 社福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讨论 那首先我先就盈余的部分 来就教一下 目前盈余它的分配 地方政府是50% 那健保是5% 那国民年金是45% 那去年有335亿的这个盈余 那其中当然地方政府 它照比例去分配的话 它是分配到168亿元 好 那这一些经费的使用 其实这一笔经费也不算少 那这样子 地方政府在使用上面 它是全部都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吗 还是说卫福部或是监理会这边 有做一些审查 或是一个控管的一个机制 其实我们目前的公财盈余的分配 当然是直接从委托的银行 直接钱就拨到地方政府去 可是我们每一次的 由财政部所召开的公财监理委员会 其实都会来检讨地方政府 对这些获配的经费 是不是有真的用在弱势的民众身上 像妇女 生长老人 儿童 甚至低收等等的这些对象 所以是事后的一个检讨吗 那因为本期去看了国库署的网站的资料 这个盈余的一个运用的统计 那各项的一个社会福利的分配 其实我看起来觉得落差是蛮大的 那而且它每一季的比重 也都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那就我举个例子 今年的第一季的执行状况的话 这个生长福利占了55% 那社会救助占了22% 那去年的第四季呢 生长福利是38 好那老人福利是29 那儿童福利是13 那去年第一季呢 生长是51% 社会救助是26 那儿童是12 老人是11 好那除了妇女的一个福利稳定的比较低 是1到2%之外 其他的这个项目 其实它的变动都比较大的 那你们在事后的这个检讨的过程当中啊 你们有去了解一下说 这些经费的运用 它是不是都是用短期 各地方政府啊 他们在使用上面是不是短期一次性 然后都没有做一些整体的规划 导致说它这个比例哦 它每一个就是每一季 跟每个项目的变化是这么大 原则上哦 其实我们公彩云云的自用项目是在地方的既有的预算之外 他觉得他在提供一些社福业务的时候比较不足的部分 就利用这个公彩云云来印助 所以基本上是会尊重地方政府 他对他就地他所需要的社福预算的一些调控 那的确在这几年来 一看那比例的确声帐 声帐所需的经费是相对比较多 而当其实我们公彩云云 其实一开始的发行也其实大多是针对声帐 所以我们经销商也都是以声帐者为主这样子 好所以其实你们也不会去过问 那也不会去就是 只要真的有用在我们的弱势民众身上 所以就是地方政府他要怎么样去使用 他哪里缺钱 他就把这个钱拿去补哪里的意思 好那其实这笔经费 他不是说每年都是一致的 他会看整个英语的状况 去有这笔钱 但是这笔钱其实对地方政府来说 他是很重要的在推动这社福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裁员的一个来源 那我觉得比较关注的是说 他在稳定性这个部分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其实我现在景气不好 这个裁券的这个销售 可能状况也就比较不好 那预算少的话 其实政策的推动就有可能会中断 那我不晓得说卫福部这边 有没有去了解或是研究过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费到地方政府之后 他们用在就是持续性的一个 就是社福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个政策 他本来是希望推动三年 但是他结果他的钱不够 他只推动了一年 然后后面那两年就中断了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 这个职务上的执行 我不是我就请我们四家属 好 谢谢 委员好 有关委员关系呢 他可能是常态性的义务 要照顾弱势的基本生活支出那一块 其实我们要求是要以公务预算来编列 所以工材盈余它只要是 主要是在补充不足 或者是扩增量年的部分 那地方上在运用 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剩余的经费 那现在工材盈余虽然它随着采券的销售 可能它不那么稳定 但是长期来看它还是一个 慢慢在增加的一个趋势 那再加上之前有一些运用的剩余 所以目前地方在运用上 暂时没有您说的那个担心 可能财务会有短缺的情况 OK 好 那我当然了解这个状况 就是他们这笔钱 就是不会去做长期的规划啦 就是有动它就拿来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那再来我要问的是 这个工艺采券的这个回馈金的部分 这回馈金现在目前一年大概是27亿左右 对不对 好 那卫福部也拿走了大多数 对不对 好 那从104年到106年 大致上我看到大概是大概21亿左右 所以其实卫福部拿走的这个回馈金的部分 是蛮高的嘛 这样的数字应该没有错 20点多亿 那新的一届是27亿 所以有卫福部在104年开始新的一届有拿比较多 对 所以是拿比较多嘛 那我现在就要问到 从其中98年就开始推动的协助弱势族群排除就医障碍补助计划 这个计划呢 98年编了8亿多 那99年到103年编了3.5到4.3亿 然后104年到105年只编了2亿 好 这个部分我要讲的是我之前在审查基金的时候 你们的说法是说 这一笔回馈金呢 被其他部会分走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去编 好 那所以呢 要我提一个主决议案 最后我们改的提这个主决议案 没有去删你们的预算 但是呢 这样子你们的说法是说 你们的回馈金是变多的 并没有变少 但是当时候你们这个业务单位 告诉我们办公室跟告诉本席的这个回应 是说你们钱变少了 好 那我就要问说 这当时候给我们的解释是乱回 还是刻意的在欺骗本席 跟委员说明一下 虽然当初我们的回馈金 从20亿调整到27亿 可是就我们社福这一块所分配到的 虽然也稍微大了一点 可是因为就我们卫服部内部来说 又有几个单位要分配 所以呢 其实以社家署来说 他的确他获配的一个整个社会福利的额度 是比较大 而我们在做健保的这个协助就义的这一块 可能经过委员 因为其实也是有委员的审查的结果 会认为说 其实其他的社福的业务这一块 更需要投注多一点的经费 所以相对的我们就稍微额度会被减少 所以只是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们是比较少一点 并没有前头不一啦 就我们额度真的有 好 我不管到当时候你这个业务单位 是怎么跟我说的啦 但是有我们这边的理解是说 其他的部会把瓜分了你们的这个预算 所以我们当时候才同意 那一笔预算的一个通过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沟通委员都是可以沟通的 那也请麻烦 就是叮嘱所有的业务单位 不要用骗的 那要把详细的状况清楚的说明 不要就是随便说一说 然后我们后来看资料才发现说 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说法 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沟通很不适当 那会后我也想请卫福部 这边提供近五年来 这个回馈金跟银云的一个分配 明细给本席 那请尽快 以上谢谢